不能失去小妖 知道我想去小妖还敢觊觎我的女 小妖最后还是嫁给了涂山景 她和涂山景放弃一切去海岛安家 走出那座王宫 小妖有祝颜花神器 涂山景会换树 从此以后想要有人找到 他们便没有那么容易了 小妖终于摆脱了王姬身份 作为一个普通人 自由自在活着 而涂山景也放弃了涂山市组长身份 陪着小妖隐姓埋名 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 那个时候她是文小六 而她只是夜时期 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他们真的彻底 可以作文小六和夜时期了 其实小妖想嫁的 从来不是涂山景 而是夜时期 但是小妖内心深处爱的另有其人 最初相见的那个人 她也只是夜时期 而不是涂山景 最后在一起的也是夜时期 小妖对夜时期的怜悯 其实小妖最开始 对涂山景并没有男女之情 她最开始救下这个男人 不该是因为怜悯 其实一开始小六 是不愿意多管闲事的 那个时候 她还是清水镇上的文小六 为了掩饰身份 她从来不会多管闲事 她这辈子只想当文小六 但是看到 如此狼狈身负重伤的涂山景 最后她还是心软了 她不仅仅将涂山景带回家 而且还要救她 而且还亲自照料了她半年 才让她康复 当初老木都提醒小六 这个人受那么重的伤 肯定不是简单的神族 背后身份不简单 让小六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小六还是心软了 因为她在涂山景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因为曾经她也是被人抛弃 也是被折磨差点活不成了 她看到了涂山景 就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而且 哪怕深处黑暗的涂山景 第一眼看到的 也是那朵代表希望的花 那一幕打动了小妖 让她有了恻隐之心 让她多管闲事救了涂山景 从一开始小六对涂山景 不过是怜悯 并没任何的男女之情 夜时期对小妖的追求 涂山景在疗伤过程中认出了 文小六是女生 那个时候的她 对于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羞辱 但是文小六却在照顾她的过程中脸红了 那一刻涂山景便明白文小六是女孩 而且脸红是因为看到自己的身体 那一刻的涂山景 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找回了身为男人的自信 要知道 她从前是名震天下的青秋公子 是整个大慌女孩都想嫁的青秋公子 而现在的她沦为这副模样 走在大街上被人人唾弃 昔日的尊严早已碎了一地 是小妖的脸红 让她找回了男人的自尊 也让她动心 所以之后她便开始追求小妖 她看穿小妖是个不愿先付出的人 于是她先付出 她对小妖百依百顺 甜言蜜语 说永远做那个不会抛弃她的夜时期 小妖其实动心了 但是让她动心的并不是涂山景 而是夜时期 她后来得知涂山景真实身份 而且还对涂山景承诺 自己会解除婚约 永远做她的夜时期动心 她之后愿意等涂山景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涂山景说 愿意处理完一切后 只做她的夜时期 其实小妖对待婚姻是很清醒的 她从小便尝尽被抛弃的滋味 所以她不会选择像枪旋那样的男人 作为自己的另一半 就好比后来 枪旋问她为何不会喜欢风龙 小妖说因为风龙和她太像了 是的 小妖清楚像枪旋和风龙那样的男人 永远都会将利益放在第一位 而不会将自己放在第一位 枪旋为了自己的野心 不止一次利用了小妖 而小妖心甘情愿被她利用 因为枪旋是她最重要的人 但是她此生不会嫁给像枪旋那样的男人 而和枪旋作对的男人 她也不会考虑 所以香柳从一开始就不可能 而涂山景真正让小妖动心的 是她愿意变成夜时期 仅仅只是夜时期 愿意放弃一切陪着她 这才是小妖想要的生活 是简单幸福的 是自由自在的 是没有等待和利用的 是一个将她放在首位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不是涂山市的涂山景 而是夜时期 香柳窥探小妖的内心 关于小妖内心真正想要长相守的人是谁 这个答案是小妖内心最深处的秘密 香柳曾经用自己的妖术窥探过小妖的内心 香柳说 小妖 看我的眼睛 小妖看着香柳 香柳的一双眼睛犹如璀璨的黑宝石 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小妖看着看着 觉得自己坠了进去 香柳问 你愿意嫁给风龙吗 小妖的表情呆滞 软绵绵地回答 不愿意 香柳问 你愿意嫁给景吗 小妖的表情出现了变化 她好像挣扎着要醒来 香柳的眼睛光芒更甚 声音越发柔和地问 你愿意嫁给夜时期吗 小妖喃喃说 愿意 香柳上面的问题问得很细节 小妖非常明确自己不愿意嫁给枪炫和风龙 但是问到她愿意嫁给屠山景吗 小妖 其实是犹豫的 直到香柳问她 愿意嫁给夜时期吗 小妖才毫不犹豫回答愿意 所以小妖内心最想嫁的人并不是屠山景 而是夜时期 有人说 这不是一个人吗 这当然不是一个人 屠山景是屠山市的嫡子 是名震天下的清秋公子 是身负屠山市荣辱的族长 而夜时期不一样 夜时期不过是一个孤儿 是无处可去 无人可依 没有任何的身份负担 家族责任的普通人 一个问题就在嘴边 可香柳竟然犹豫不决 一瞬后 她问道 你最想和谁相伴一生 小妖张口 像是要回答 可她的表情非常抗拒 意志在拒绝回答 几次挣扎后 她越来越痛苦 身子发颤 猛然抱住了头 痛 痛 香柳用妖术窥探小妖的内心 可小妖的意志异常坚韧 碰到她自己平时都拒绝思考的问题 她会异常抗拒 头痛就是她反抗的爆发 香柳怕伤到她的元神 不敢再逼她 忙撤去妖力 对小妖说 如果头痛 就休息吧 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向柳问的是 小妖内心深处最爱的人是谁 但是小妖宁愿忍受巨大的痛苦 也不愿意说出那个答案 那是她心底隐藏最深的爱 她在婚姻上选择了夜时期 但是她内心深处最爱的那个人 却用强烈意志力压抑着那份爱 因为她非常清醒 她和那个人不可能 所以她不会说出那个答案 其实也许香柳在坚持下 说不定小妖就说出了答案 可能香柳也害怕那个答案 她害怕那个答案不是自己 但是她更害怕那个答案是自己 所以最后她放弃了那个答案 而是记住了小妖最想嫁的人是夜时期 所以后来是香柳救下屠山井 还给了小妖一个夜时期 其实从这两个问题可以看出 小妖愿意嫁给夜时期 但是她最爱的人不是夜时期 她将爱情和婚姻分开了 她爱的人是香柳 正因为是香柳 所以不敢说出口 所以才会将那份爱深深埋在心底 因为她害怕自己陷进去 而她却不知 她早已深陷其中 只是现实的清醒 让她选择了夜时期 让她选择了 对那份深藏的爱视而不见 她会一直住在你心底的那个角落里 一直隐藏着 直到失去的那一刻 才感到异常刻骨铭心的痛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香柳那么决绝抹去了镜子中 她和小妖的一切回忆 因为她早已猜出了 小妖那个未能说出口的答案 她知道小妖为什么不愿意说 更明白小妖对那份感情有多害怕 有多深 为了小妖的幸福 香柳选择了一种决绝的方式 让小妖忘记她 小妖虽然向往和香柳相处的随心和自由 却没有考虑和香柳的未来 香柳对自己的真心 在她被囚禁在五神山的海牢边 一身是伤的香柳暗示她脚下是大海就确认了 可是她知道自己的宿命 她没有办法看着自己和香柳双双陨落 所以拒绝了 拒绝了香柳能带给她的自由 也拒绝了香柳和自己的爱情 图山景是小妖给自己找的姻缘 她知道景的善良和真诚 不会伤害自己的真心 她知道景身份和地位足以匹配自己 不会让王族失与王姬身份的束缚 所以 对于景的深情和追随 小妖鼓励和认可 有未婚妻都没有阻止小妖的决心 可是面对香柳的诱惑和质问 小妖用行动和语言真实的拒绝 彻底斩断香柳和自己爱的萌芽 小妖绝对算得上人间清醒 无奈认回王姬身份 承认了命伦 但怎么书写由自己来决定 所以 帮助哥哥夺得尊主地位 如愿嫁给善良的景 成就自己的姻缘 过程曲折又心酸 却丢失了最纯真又最深情的爱人香柳 当真是人不知 其实 这一切 聪明的狐狸景早就洞悉 同时她也知道小妖对自己的恩情和深情 她愿意伴随小妖生生世世 就算小妖的心中始终有香柳的一片角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